歡迎你 張明 我想問你之前在日本學素甜品課程 學的都是和菓子多嗎 課程叫做長壽甜品課程 裡面是沒有任何的和菓子 全部以蛋糕、曲奇、啫喱感覺 但完全沒有蛋奶 反而和菓子就沒有學過 反而是這樣 原本和菓子給人的感覺就是很素的甜品 你覺得和你學的長壽甜品有甚麼分別 大家認識的和菓子是用糯米粉 包著顏色 中間夾了一些紅豆蓉 令它很漂亮 但始終不是蛋糕科 所以想學一些令人開心一點的蛋糕科 長壽甜品課程就是那科 今天教我們做這個多開心 開心的 我們從基本學起 叫甚麼名字 這個叫豆渣玄米餅 第一個步驟是從哪裏開始呢 其實今次的甜品非常簡單 把所有的甜品混在一起就可以了 首先我逐樣介紹一下今天的東西 豆渣玄米餅顧名思義 需要有玄米 這個就是玄米粉 這些玄米會否像我們有時喝的玄米茶 是否那些是玄米 其實類似是那些玄米 但那種玄米茶的玄米就是沖茶用的 這些就是製甜品用的 即是不可以用來沖茶 不可以用來沖茶 這是製甜品用的 即是糯米粉 糯米粉用來做高溶一樣 是的 另外第二個主角就是豆渣 豆腐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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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樣做出來呢 甚麼豆腐渣 一般的黃豆打出來 譬如我們做豆漿 或者做豆腐的時候 不是打黃豆 然後就剩下了一堆渣 但是要隔好水 還有營養價值嗎 對 豆漿都出來了 其實營養價值在豆渣 日本現在很流行用豆渣來做很多甜品 可以放在蛋糕上焗就可以了 你用來炒也可以 用來放在麵糞湯就可以了 其實所有的營養在一起的豆渣 我想問它的口感是粗糙一點嗎 是的 就是比較粗糙 就是當成芝士磨碎了 芝士磨碎了一個杏仁 那種類似的 我們今天用了特別的甜品 我用了楓糖蘑菇蘑菇 那索性放在麵糞湯會更方便嗎 因為它濕 我不想放太多水分 因為我們會做餅 餅會控干的 盡量控干的 所以不用太多水分的食物 另外我們會加一些海鹽 就是海鹽的 你會加一些鹹味 對 海鹽 另外我們今天另外一個特別 就是我們會加一些海苔粉 海苔碎 海苔有些酥香 另外我們會加油 這是米油 很厲害 好了 首先我們把這堆食物拌勻 這就好像做一些蛋糕的製作過程 還有把粉拌勻 對 拌勻 差不多攪拌到這個狀態 好了 最後我們加這個baking powder 令它可以發大一點的感覺 再拌勻 即是跟做蛋糕差不多 都是要加這個baking powder 對 加了它就會漲大一點 對 最後我們現在就可以加木棉豆腐 我想準一點 那我就想去用一個磅 因為其實隔了水的豆腐 其實它的黏力很強 一會大家就會知道 現在我們加多少 35 要這麼準的嗎 對 準的比較好 我相信這個長壽甜品 是很多東西都要說出來的 規格 規格 然後我們現在就可以將它 靠它的黏力 不斷地弄一弄 對 我們就按它在這裡 這麼少都可以黏得這麼多東西 其實它的小小豆腐 它隔好水的豆腐 它會很黏的 黏了之後 會變成一塊東西 大家可以 這個過程也有一點 最後可以搓 對 最後要拌好之後 我們可以幫幫它 用手 這樣按之後 它就開始現在就會 黏一塊 開始變成一塊 很有拆麵團的感覺 這個就較為一些 日式小小的 一些家庭式的小食 可以說它是 你一放豆腐之後 就聞到很香 很重的豆腐味 聞到它的海苔味 海苔就小碟了 要聞到這個位 大致上現在我們差不多 這個要撕緊它 你撕緊它多過它自己黏起來 其實借著豆腐的黏力 將它整塊黏起來 黏住了 會不會散開的 我心想問 我會不會散開 一會兒我會再… 難不掌握這個過程 如果你的份量適合的話 其實它不可能會散開 整個份量要準 電焗也不會開嗎 不會 一焗它就會黏 一焗的豆腐就會硬 硬就會散開 現在我們就將這個東西 放在Cooking Flavor 其實你可以很FreeStyle 你可以一塊這樣放出來焗 這樣一塊就可以了 那不漂亮 我們想漂亮一點 壓模 我們可以這樣壓出來 壓個原液 壓過原液 壓了之後 壓了之後 我們把它放在這裡 那現在算不算厚身 比起你的意義 厚身的 其實可以當成一個餅底 在上面加上乳酪 很多不同的做法 很多不同的做法 我們在一起吸 吸完之後 我們就這樣放進去 我們不攪開的話 其實它不會散開的 其實現在做的時候 最重要的環節是我們需要預先預熱焗 現在就完成了豆沙玄米餅 要怎樣做 拿去焗 好 焗爐已經預熱了大約150至160度 我們需要焗25分鐘左右 只吃完美餅會乾口一點 做一個Smoothie給大家好嗎 這個叫小松菜 哪裡的 是在日本 很高蓋 比波菜更高 對,差不多是最高的 它適宜用來做Smoothie 其實日本很多喝果汁的地方 都會用它來打果汁 我們先洗乾淨 先不要攪菜 我們先攪了一個芝士 先放一些容易打的芝士 所以我們就這樣攪拌了 其實Smoothie就是果汁 其實都要打到一坨 好像奶色一樣 好,我們儘量先切小塊一點 那個丁子 切了才切過丁子 方便切 現在才方便 看不出你那個芝士 裡面也挺軟的 對,它硬到內軟的 另外我們就加上蘋果 不用加整個芝士 知道嗎?因為我們的份量 預料我們剛剛有四個 嗯,這些都是規格的嗎? 對 即是只可以放半個嗎? 沒有所謂的 其實份量你足夠的話 打個Smoothie就會有質感一點 不會那麼水 然後我們就有個菜 其實這個小松菜的特性 就是它不會有青草味的 我現在就剩下兩樣東西還沒放 第一個就是 Maple Syrup 加多一點點甜 如果你怕甜的話 已經不溶也沒所謂 另外我們這樣打就打不到它 我們加一個無調整的豆乳 無調整就是它沒有加任何防腐劑 添加劑 沒有糖的純豆漿 要怎樣看到它要打到它OK呢? 其實菜都碎了為止 因為它的齒都軟 一打就散了 對 那是只差一個菜 Smoothie來說始終是果露 盡量碎了會最好 差不多了 OK了 那我們就可以 就是這麼簡單 上得碟了嗎? 可以了 現在我們就喝這個Smoothie 配這個玄米餅 好了 已經焗了25分鐘了 我看到它焗到它 是不是焦焦的煙就OK了? 它有一點焦焦 夠了? 就夠了 千萬不要把野菜都燙光了 的時候就準備好 拿著它 你聽見的話 有麼的醉味